赶紧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心 先切尔早上8点半 美国公布了1月的通胀指标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数据 1月CPI同比是上涨了3.1% 环比上涨0.3% 核心CPI是同比上涨了3.9% 环比也上涨了0.4% 1月的数据是全线超过市场的预期 之前市场一度猜测通胀能否跌到3%以下 显然最新公布的数据让市场大失所望 数据发布之后 有新美联储通讯社支撑的尼克·提米罗斯 发文说高盛对美国核心CPI升幅的预期 非常接近实际的发布值 他还预计年初物价的涨幅 会在短期内继续支撑核心CPI的数据 包括药品、汽车保险、烟草、医疗服务等方面 都可能会继续支持这样的预期 那1月超出市场预期的通胀数据 显然让市场很失望 现货黄金价格在周二是跌穿了2000美元关口 美债价格也大幅下跌 美债收益率上升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到了4.3%以上 那对股市来说也是糟糕的一天 事实上这是道琼斯工业指数 标普500指数还有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自2022年9月以来 在公布CPI数据当天表现最差的一次了 市场如此的恐慌 是因为超预期的通胀数据 进一步降低了美联储官员 很快开始降息的可能性 那一些联储官员之前已经表示 他们希望在降息之前 看到价格压力得到更广泛的环节 现在是互换合约 已经完全消化了美联储降息时间 从6月份推到7月份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高利率继续维持 让市场就开始担心 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衰退 就是对经济的基本面开始有了担心 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也说 通胀的时代日益加重 无法承担等待更长的时间了 那阿波罗全球管理联席主席的 Jim Zelter表示 他说美国经济可能面临一些压力 因为一些企业负债太高 这些企业借款人正面临压力 在昨天早上的早报节目中 我们提到 在过去的23年来 最高利率的背景下 美国商业地产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风险 影子银行的巨额债务 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那美国商业和很多家庭房地产领域中 有近20%的未偿还债务 会在今年到期 规模高达9290亿美元 远超市场预期 这些债务需要在今年进行再融资 或者是出售抵押的这些房屋和地产 重灾区是集中在了办公室内的贷款中 有大约25%的贷款是在今年到期 这个接近1万亿的规模 是比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此前估计的6590亿美元 是足足高出了40% 那这一高出的比例 并不是来自于新的交易 而是由于贷款展期和其他延迟还款导致的 商业地产的贷款风险加剧的同时 金融时报和彭博社都报道说 他说根据美联储的数据显示 美国金融机构像金融科技公司 还有私人信贷集团 这些影子银行提供的贷款总额 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 报道说得到贷款的影子银行 利用这些资金对投资进行杠杆化 并越来越多的将资金 带给一系列高风险的借款方 影子银行贷款的迅速增长 让监管机构感到了担忧 因为关于影子银行借贷行为的风险 还有信息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限的 那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 他就表示 他说美国监管机构正在监控 来自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的风险 他还警告说 如果市场出现紧张 可能会出现一些机构的倒闭 那监管机构一直也在警告说 监管现在是跟不上非银行 在整个金融领域大幅扩张的步伐 随着通胀的继续反复 市场预期高利率会维持更长的时间 高利率维持的时间越长 这些商业地产贷款 和影子银行的贷款的风险就会越高 这些债务都好比是雪球 只会越滚越大 那一个通胀数据 就成功的让市场的焦点 再度回到了明年初主席鲍威尔的身上 对他来说 决定核实降息已经够难的了 今年的挑战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他要在美国大选年的背景下 做这件事情 因为核实降息以及降息的幅度 会直接影响到大选日的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通胀的情况还有消费者的信心 这就直接关系到了选票 那有美股投资人说 如果不是大选年的话 估计美联储早就已经开始降息了 今年正好要大选 没办法 大选嘛 拜登也好 民主党也好 是一定要把通胀 也就是这个物价控制住 压下去 然后让失业率下降 这个就是选票 所以约罢美联储会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借贷利率过高的那些地产公司 肯定是最先完蛋 只要不波及到整个金融业 美联储就会坚持到后半年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美联储的行动总能改变经济 进而改变政治结果 由于通胀和利率的不寻常路径 今年这种可能性会更大 2021年 拜登就任不久之后 通胀率首次飙升 当时的美联储认为 通胀很快就会消退 所以迟迟没有加息 但是当美联储最终采取行动时 动作就变得非常大 是以40年来最快的速度提高了利率 让基准利率达到了23年来的最高水平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关注 美国的宏观数据以及物价的情况 包括美联储何时会降息 美国经济究竟是陷入衰退 还是会成功的软着陆 今天和大家聊的第二个话题 是近期石油市场上非常关注的一单交易 前几天我们在早报的节目中和大家讲过 美国页岩石油生产商Diamond Back Energy 官宣了一宗巨无霸收购 收购的对象是德克萨斯州的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石油钻探商 那这笔交易达成之后 意味着全球石油市场上 又诞生了一家新的油气巨头 当然交易本身我们之前已经报道过了 今天我们是就着这个话题 聊聊交易背后的一位成功的美国商人 看看他是如何开拓石油业务 以及他的职业道德 2月12日 美国页岩器石油商香味蛇能源表示 将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收购同行 Undever Energy Partners 这间公司也叫做奋进能源 包含奋进能源的净债务在内 交易价格大约是260亿美元 其中还包括80亿美元的现金 奋进能源是美国页岩油主要产区 二叠际盆地最大的四营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 奋进拥有最大的剩余顶级石油耕地 净耕地面积大约达到35万英亩 日产石油大约20万桶 与香味蛇合并之后 该公司将成为在二叠际地区 与康飞石油公司 还有埃克森石油公司等巨头竞争的巨无霸 并且根据熟悉内情的人透露 他说奋进的创始人斯蒂芬斯和家族 几乎是拥有该公司的全部股份 所以预计他们会获得此次出售交易的全部收益 其中就包括80亿美元的现金 在宣布出售之前 斯蒂芬斯的身家已经接近150亿美元了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这位85岁的斯蒂芬斯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他是德克萨斯州最后的野人之一 同时随着交易的达成 他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成为顶级富豪这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 但是他在上周日 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 心情却非常低落 他说我当然有些悲伤 那他为什么悲伤呢 报道说奋进长期以来被视为是 德克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多产的 阿尔迪基盆迪的瑰宝之一 这位已经85岁高龄的石油商 多年来其实是一直拒绝出售奋进能源的 拒绝了包括埃克森美孚在内的石油巨头 那斯蒂芬斯喜欢经营这家非常有凝聚力的公司 公司的许多员工呢 在这里是度过了他们人生的整个职业生涯的时间 就是做到了退休 也就是说大部分员工对这家公司是非常忠诚的 但是在拒绝了这些巨头之后 为什么今天会选择把公司出售了呢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悲剧情节之一 因为说服这位85岁亿万富翁套现的原因 是因为他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 治疗让斯蒂芬斯的身体状况是大不如前了 而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无意接受家族的生意 所以他只能卖掉公司 所以这么看来也能理解老人为什么说有些悲伤了 那斯蒂芬斯的62年的职业生涯 是跨越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崛起 美国原油产量下降的担忧以及页岩油繁荣带来的意外复苏 华尔街日报说 沉默寡言的斯蒂芬斯在油区之外是显为人知的 虽然他的财富与其他石油巨头相比是相形建筑 但米德兰公司的高管们很喜欢谈论斯蒂芬森的故事 那这位巴巡老人 现在仍然是驾驶了一辆老式丰田陆地巡洋舰 他说自己每天都会来到市中心的办公室 据熟悉内情的人说他多年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分红 是直到最近才开始从公司提取现金 那斯蒂芬森说 奋进公司是在12月启动了销售程序 他说康菲石油公司也是竞标者之一 但是奋进与祥伟舍公司是有更多的文化亲和力 因为祥伟舍能源公司的办公室就在奋进公司的旁边 两家公司的业务都集中在米德兰盆地 让这位老人依依不舍的还有他的大多数员工 他说我的大多数员工都可以在祥伟舍能源找到一份好工作 所以我认为这是首要因素 他说建立一家好的公司是他最引以为好的成就之一 创造就业机会并尽他所能 让这些就业机会是永久的存在 斯蒂芬斯是在德克萨斯州中部小城 德莱昂的一个农场社区长大的 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是一名石油工程师 后来他加入了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前身千杯石油公司 又加入过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 担任中尉和排长负责燃料的安装 之后他是在米德兰一家银行担任储油库的工程师 直到1979年41岁的斯蒂芬斯在米德兰县打了第一口井 把毕生的积蓄都投进去了 他说这是一个不太明智的举动 到了1996年斯蒂芬斯成立了大狗钻井公司 尽管名字看起来很有雄心壮志 但起初公司只有一台小型的钻机 直到2000年他创办了奋进公司 并将个人拥有的资产全部注入新的公司 5年之后他收购了法国一间公司在美国的资产 这才让奋进公司的油气产量增长了25% 但是好景不长 2008年和2014年的原油价格暴跌时 斯蒂芬斯的公司都险些陷入绝境 直到2016年开始 奋进公司重新专注于转井水平台 这种技术与压裂技术相结合 让曾经沉睡的二叠际盆底涌出了大量的石油 在米德兰 斯蒂芬斯勤奋工作的精神已经成为当地的佳话 钻井商帕斯利能源公司的布莱恩·谢菲尔德说 在大多数石油商选择退休的年龄时 74岁的斯蒂芬斯仍在思考 奋进公司的油警应该如何打空 2016年到2020年间 担任奋进首席执行官的查克梅洛伊说 每当他沿着大厅走进这位创办人的办公室时 他必须先清理掉满是土地地图和地质图的椅子 然后才能坐下 梅洛伊说 我觉得这是他不声不响的告诉我他的想法的方式 出售了奋进公司 获得了意外之财 这将是史蒂芬斯和家族基深世界百富榜 但是当被问及如何使用这笔财富时 这位亿万富翁对这个问题却感到非常惊讶 他对记者的回答是 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食伤酒间 尤其是石油领域 似乎大家对这个石油巨头的印象都不是太好 但是这位老人的故事和他的风格 让我们看到一位美国成功企业家不同的一面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不是投资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